相信大家還記得 三年前公屋爆發連串的沿水風波 事故不到三年後又經爆沿水事件 所以今集導彈目標就是瞄準這個 自居民安全於不顧的冷血政府 4月底先入伙的葵聰葵翠村 為何會發現沿水超標 事關有政黨接獲處戶投訴食水運軸 自行取水版化驗之後 發現鹿翠樓16樓一個裝修中的單位 食水樣本含元量比世衛標準 每公升10微克超出近10倍 達到每公升104微克 幾天之後再複檢的時候 含元量雖然大幅回落 但含元量都有每公升14微克 仍然是超出世衛標準 水務處對外堅持說食水沒問題 既然是這樣 有區議員提議 拿點水 讓官員親身試飲 其實當年有些官員落區喝水做show 時任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 竟然說得出 敢做就是侮辱了這班高官 我們真是好奇怪 難道高官喝水就是侮辱? 市民每天喝元水就是應份? 爆發元水事件 住戶人心惶惶 還罵爆政府沒有吸取教訓 其實元水事件重演 誰只是政府沒有吸取教訓 根本就是因為 那班高官有錯都不用問責所致 還記得三年前爆發元水風波 一發不可收拾 負責的發展局、運輸及房屋局、水務處 和房屋處都是眾此之的 最後特首委任的 食水含源超標調查委員會進行言訊 報告狠評水務處、防委會、四大承建商等 所有持份者集體失職 未能防範在供水系統中使用不合規格的汗料 多重屏障審查機制早已淪為至上制度 各方輪流卸窄 但林鄭月娥互短 推說報告只是反映制度有批漏 並沒有官員嚴重失職 官員或部門職員更加無需為事件負上個人責任 而事任的運防局局長張炳良 亦只是口頭上認衰 當是交差啦 市民報告鬧得這麼厲害 竟然沒有人需要問責 很明顯又是高高舉起 輕輕放下 政府高官互相包庇 問責制根本形同虛設 既然無需問責 班告官過了骨就當無回事 正正解釋到 為何當年為了補禍 訂立了這麼多規管措施 今時今日經驗補完 又再爆出沿水問題 擺明就是班告官又再放軟手腳 這班官員絕對應該嚴懲 這個冷血政府 鑊鑊都是錯完又補 補完又錯 假裝告官只是抱著 指求過骨的心態做事 市民市民怎會對政府的管治和施政有信心 補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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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完